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聊聊前巨公盟总干事蒙兆达逃亡 巨公盟在9月16日晚执行指挥会会议 会议决定启动解散程序 第一话10月3日召开会员大会并且通过解散 表示会在9月19日开记者会公布相关的决定 当时传出消息说长期担任巨公盟总干事的蒙兆达已经辞职 就总干事辞职一事 巨公盟主席黄乃元后来回应说 我只能说他作为我的员工 我没有收到他的辞呈 不过高人爆料原来蒙兆达在9月16日 第一巨公盟开局委会当晚已经连夜逃亡 搭飞机前往英国 居西他走得很匆忙 估计蒙兆达很害怕 即使巨公盟解散 警方还会积聚港区国安法追究巨公盟 而巨公盟很多事都是他经手 罪责难逃还是现走为妙 巨公盟总干事蒙兆达 上周接受传媒查询的时候 还强调要坚守阵地帮工友 并没有打算解散巨公盟 想不到一周后已经逃亡英国 巨公盟现在其实已经速打胡顺散 上一次开会是9月8日 当天巨公盟几十名成员 在主席王乃元和总干事蒙兆达召集下 以培训的名义 在佐敦的巨公盟培训中心 商讨巨公盟的去向 出席会议的大多数是巨公盟的成员 和他们的熟会 大约30多人 知情人士说蒙兆达的会上讲述 巨公盟未来的去向 并且提出解散巨公盟的建议 要求与会者讨论 知情者表示 好几个人事后都说 看到支联会几名忏悔的下场 整个支联会团灭 很想尽快解散支公盟 又不想自己当闹总 所以会上当时没有人公开表示 同意解散 经过两小时 有些无聊的讨论后 那个会议没有定论 刘带下次开会再讨论 不过当晚会上 支公盟两名副主席 温外明和许考虑已经辞职 结果等到8月16日开会 才同意解散 而蒙兆德更是辞职 没想到当晚就搭飞机逃亡 50岁的蒙兆德 和老范名李永达一样 他逃亡 圈内人都觉得有些许意外 他也是个老范名 主要搞公益 在中大读学生系的时候 曾经参加学生会和学联的活动 支持国泰空姐罢工 认识了李作仁·拉库仁 1995年他毕业后加入支公盟到现在 蒙兆德可以说是李作仁的第一系人马 他在2011年接替李作仁的太太 邓燕娥出任支公盟总干事 他也是邓燕娥在支公盟拼任的第一个员工 邓燕娥交办给蒙兆德 主要因为他老公李作仁要成立工党 全面参政 工会方面就交给蒙兆德 负责日常的事务 蒙兆德当时说 日后工党将会成为支公盟在议会的代言人 而支公盟会透过政治教育等方式培养工运人才 他强调支公盟不会脱离政治 目标是有人又有钱 那些年 香港的激进政治开始冒起头来 支公盟衍生出工党去抢位 时光流转 就是去年港区国安法生效后 很多老泛民都宣布他们不再搞事情 要推出江湖不搞政治 但蒙兆德仍然是一个强硬派要继续搞 所以他如今他逃亡就更令人觉得意外 在三个月前有六四和七一的时候 蒙兆德还十分口硬 六月四日晚 蒙兆德到铜锣湾摆街站 最后还写文章 自己比作电影少林拍的奇幻之旅的主角 经历船难 被迫和老虎在船上 相处两百多天 以最初的胆战心惊 手足无措 到最后慢慢成功找到和这只老虎的生存之道 他说这只老虎代表外在的威胁 其实也隐喻来自我们内心的恐惧 换言之 他自比少年拍 觉得可以和老虎共存 不会害怕 到了七一前夕 鞠躬盟和十二名连几个团体 六月三十日 在铜锣湾和湾仔摆街站 警方到场截朝微风 其实他们的工作人员 当时用扩音期广播批评政府制造白色恐怖 警方的指挥官表示这些工作人员的言论 是煽动人民 仇恨政府 如果再这样发言 就会拘捕 蒙昭达质疑警方的法律依据 表示日后凡是批评政府 都会被指为煽动仇恨 忧虑香港已经没有言论自由 到了8月1日 蒙昭达接受美国政府的自由亚洲电台访问的时候 他仍然说 近日有工会遭斗针对 相信政府有意将打压扩展到其他工会 从以往针对街头示威 议会反对派改为将针对公民社会团体 开展第三波打压云云 当天说的如此强硬 但是经过一个月 看到民政 教协 聚联会 612基金先后决定解散 蒙昭达似乎开始腿软 建议居公盟也解散 最后也不等居公盟开会原大会 正式宣布结束 自己马上逃亡 泛民这火人 有事真是说就天下无敌 做就有心无力 年轻人在今年六四 今年七一日 听你的话 走向街头示威 被警察拘捕 他们是否可以追究你误导他们呢 搞政治要有政治领袖 政治领袖要带领群众 做理性的决定 香港这货发明 真的不够资格